中共二十大之後 習近平大權獨藍已經是眾所周知 以黑馬姿態約升為中共二號人物的李強 似乎成為中共政局最大的微知數 李強曾經是習近平的心腹大臂 他的強勢升遷之路是習近平一手打造的 自從習近平在2012年底掌權之後 李強的官民勢如破竹 他先在2013年初被提不為浙江省長 接著就在三年之後 又被調升為另一個經濟大省江蘇的省委書記 在江蘇任職一年多 就轉去中國最大城市上海 成為這個中共入常跳板之地的第一把手 李強在上海期間應付疫情不力 很多人認為封城失策的災難性後果 會成為他進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一大阻力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 李強不僅入常 而且還打破常規 直接跨越所有其他人選 成為中共第二把交椅的代任總理 有人說現任團派總理李克強 是被習近平邊緣化的最弱的總理 其實李克強點弱 也還是國務院行政系統的政府首長 可以發出改革開放不會停頓 黃河長江不會倒流的不同聲音 和習近平分庭抗例 但是李強不同 李強的權力是習近平給的 所以他必然在各方面都會毫無猶疑 忠誠於習近平的理念 他在上海期間 又嚴厲執行習近平不合情理的清零政策 日後在他領導國務院期間 自然就不會違背習近平的意願 李強很難走出習近平大臂這個角色 國務院很可能因此淪迴黨中央的應聲床 總理變根班 李強尷尬的弱勢地位 將會前所未有 1959年7月 李強在浙江省溫州市垂安縣出生 1976年在文革期間 沒得好好讀書的他 17歲在縣的一間機電排水管區站做工人 後來又在垂安縣三具工廠做過一段時間 恢復高考之後 李強在一間不出名的寧邦農業專科學校 現在叫萬里學校 學了四年的農業機械 李強尷尬成為總理人選之所以令人驚訝 是因為與中共以往各任總理相比 李強在各方面都顯得背景薄弱 底氣不足 他基本上算是由一個草根階層爬上來的官員 當他成為後任總理之後 老家的人在他的故居舊宅大事慶祝 強差人意的學歷顯然是李強難以服眾的最大弱點之一 雖然他先後在浙江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 進修管理專業 還拿到一個碩士文憑 但這只是能夠裝下門面 李強在沒有什麼家庭背景 也沒有什麼突出正職 幾乎是草根狀態的情況下 一路攀升成為中共一人之下的頂層人物 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貴人習近平 李強在主政江蘇之前 從正四十年都沒有離開過浙江 是個地道的草根官員 沒有習近平的庇護 他可能到現在還沒有走出浙江這個地頭 沒有習近平的資源 他以後即使做了總理也難有蠟燭的根基 所以李強注定只能跟著領導跑 以習近平馬首是瞻 李強的弱勢不僅在他的背景方面表露無遺 在執政方面有更多無可奈何之舉 李強經常將故鄉溫州引以為傲敢掛在口邊 他說他在溫州生活學習到19歲 其實李強在溫州的經歷遠遠不止19年 對他來說至關重要的仕途也是在溫州開始的 在他的從政經歷最喜歡打的就是溫州牌 溫州模式也是為他早期仕途女女加分的主要重點 可惜他後來為了順從上意居然自打嘴巴 否定了他賴以起家的溫州模式 1982年李強從農校畢業後 又回到老家溫州的瑞安縣 但他沒有將農機專業學以致用 而是轉入仕途 由縣團委書記做起 不用幾年就做到浙江省民政廳副廳長 2002年當李強再次回到溫州的時候 已經是溫州最年輕的市委書記 溫州模式是更接近自由市場經濟的 一種以民營企業為主導的模式 當地政府扮演了無遺者的角色減少行政干預 因而激發民間經濟的活力 溫州模式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 就享譽全國一枝獨秀 李強作為土生土長的溫州人 親眼見證了溫州自由經濟模式的成長過程 以及所帶來的經濟奇跡 他在主政溫州期間 又進一步放寬了溫州的市場環境 他曾經對媒體說 溫州是吃改革飯發展的 溫州的改革不能夠沒有了 李強在擔任浙江省長後 三年內曾經五次到溫州考察 後來李強還原則溫州模式的 簡證放權的核心理念 率先在浙江復陽 嘗試權力清單制度改革 大幅削減政府管轄的行政權力 由2015年初起 李強力推在浙江 建設開放式的文化旅遊特色小鎮 浙江最大的活力來自文本經濟 李強曾經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 浙江需要新一代企業家人才 他在私底下和阿里巴巴的馬雲等 後來被整肅的民營企業家 都保持很密切的關係 曾經把馬雲視為他最喜歡聊天的對象之一 不難看出 李強很明白 改革和開放是發展的命脈 在這點上高 溫州人李強 和中共內部力主改革的團派 沒有什麼差別 但當習近平強調計劃經濟管控 和打擊民營經濟走回頭路的時候 李強作為習近平門下的近臣 就高調附和 大力執行 在共產黨體制 保持對領導人的中心 始終被看成是第一位 李強雖然重傷重人重經濟 但他畢竟是靠做官為生 他最重視的 必然是主導他升遷的領導 為了升遷 他不惜自毀根基 中共二十大之後 李強在未正式接任總理職位之前 就率先接任了 曾經由李克強兼任的 應付疫情領導小組組長一職 這個職務其實是點出李強 仕途的致命弱點 那就是李強在上海封城期間的表現 李強在一次會議就強調 要充分認識 充分肯定 三年來中國疫情防控取得的巨大成效 這個不僅是吹捧習近平 也是對自己在上海抗疫期間 正跡心虛的表現 實際上 在習近平堅持動態清零政策的時候 李強在上海 最初是主張精準防疫的 採取了比較寬鬆的防控手段 也傾向一些專家提出 與病毒共存的做法 不過 當最高領導決定採取更嚴厲措施的時候 他表現出一種分裂狀態 很快就否定自己表腦忠誠 上海是中國的龍頭 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工業、金融、外貿和航運中心 李強在主政上海的最後階段 因為強力推行封城嚴控的清零政策 上海封城兩個月 造成這座活力四四的國際化經濟大都市的重創 幾乎變成一座死城 經濟和民生都憑能崩潰 差點毀了李強的政治生涯 在此 在此 按照慣例 疫情失控地區的領導是要被民窄下台的 武漢病毒爆發導致的武漢封城災難 迫使當時的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下台 香港疫情失控 也令前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無法連任 但為了在發生更大疫情災難的上海 市委書記李強不僅沒有被民窄下台 還有經冒險成為中共排名第二的常委 那好像是大病提拔 不僅會導致中共其他官員有意義 曾經飽受隔離苦難的老百姓也會不服 李強會因此對習近平更感恩大德更忠誠不義 但這樣便必然導致李強以後的執政根基不穩 全賴習近平支持庇護他的總理地位便更弱勢 或許李強會因與習近平的特殊關係 而在施政期間獲得習近平大力認可和支持 但他與即將產生的新國務院班子 便有另一個很致命的弱點 就是李強等人沒有國家層面的治理經驗 以往的中共總理在接班前 都會有一段在中央工作 或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工作經歷 李強這次是直接由地方空降到國務院接班 還要搞一個幾乎涉及各個部位的全員大換血 好像就是一個很難落地的真空團隊接班 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 面對一個複雜政務系統 李強所面臨的巨大挑戰是顯然異見的 經歷三年多疫情的多番打擊後 中國的經濟民生已經是四面楚歌脆弱不堪 共產黨累積的民怨已經處於爆發邊緣 沒有錢支撐的政府又導致官員沸騰 很多官員無奈躺平 李強在即將領導的國務院趕走團派之後 既缺乏根基也失去一大班熟悉政務的幫手 李強以前是一個親雙的實用主義者 經常都會打破政策界限 上界的很多人認為李強是一個相對偏向自由派的中共官員 他更喜歡討論商業交易而不是政治 但是他更加堅決執行黨的政策 將對領袖的忠誠放在第一位的官員 據一個熟悉李強的人透露 李強在做習近平大臂期間 曾經在習近平辦公的地方有一間休息室 當習近平做到好事的時候 他經常在那裡示候 李強的國務院 注定是要圍繞習近平轉的 習近平目前肯定是將政權的維穩當作頭等大事 習近平攀走了李克強 將要做的事都全部給了聽話的李強 為了報答老闆的治癒之恩 李強既要搞經濟又要搞政治 還要應付中美對抗帶來的各種國際壓力 如何將習近平無寧兩可 甚至是矛盾的指示付諸實行 必定會令李強非常頭痛 禍是福之所以 看來失意的汪洋和胡春華 都一走了之去向清福了 一時風光得意的李強 就接了一個走不掉的爛灘子 李強的真正麻煩可能就在眼前